近日有网友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偶遇林更新的画面 并且晒出了合照 画面中的林更新也穿着浅灰色的T恤 搭配黑色的长裤 头戴着棒球帽 一身造型也显得特别的休闲舒适 她也推着洗礼箱高桥的身材 看上去也依旧特别的阳光帅气 不过最强劲的则是她T恤上的黄色兔子挂件 看来在拍摄完雨风行之后 林更新也喜欢上了兔子 而我们也都知道这是赵丽颖的生香 还是她最喜欢的小动物了 俨然一副副畅肤髓的模样 这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可最让人印象不到的 则是她手上佩戴着的手表了 这是某时尚品牌在父亲节来临之际 而推出的专属于父亲节的礼物 齐名换作最棒的爹地 而我们也都知道林更新并未盛及当爸爸 却戴着这么一款有着特殊含义的手表 似乎也是一有所指了 在前段时间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恋经也传得沸沸扬扬的 当时他们合作的与凤行庆功宴的合照 也显得特别的甜蜜暧昧 引发了网友们的猜疑 再加上林更新也特意晒出了两人的拍里头合照 言行举止中更是透露着浪漫的气息 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 赵丽颖特意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两人的另一张拍里头合照 并且对此进行了辟谣澄清 其工作室也表明他们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而赵丽颖在晒出了自己和儿子的合照时 也再次的对此进行澄清 他强调爱工作爱生活不爱扯淡 言语之中也透露着无奈了 看得出来他也十分享受着与孩子的相处日常 如今林更新再次穿着兔子的衣服 这也给人一种再度隔空表白的猜想 而特意戴着最棒爹地的手表 疑似想表明了自己会做个好父亲 这份心思也可以说特别的难得了 不知道赵丽颖看到之后是否会答应他呢 而其实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感情似乎也不止于此了 两人的合照中也特别放得开 大大闹闹的样子也宛如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 会频繁地引发诸多猜疑也是情理之中了 况且近期的林更新和赵丽颖也太甜了吧 这些天各社交平台已经被林更新和赵丽颖刷屏 全网都在嗑这一对CP 系里系外都喊话他们在一起 先不说他们两个的感情走向 两家粉丝已经开始强强联姻了 第一次在内宇看见如此和谐的两家粉丝 大家能这么期待他们在一起 也是在一些小细节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在很多小细节中 林更新都暗戳戳地表明了赵丽颖的特殊 在接受采访时 她毫不避讳地夸赞赵丽颖 说每次见面都能给她眼前一亮 还说怎么能有人一天比一天更漂亮 每天都能给人一种新鲜感 说得赵丽颖在一边都不好意思了 在主创们剧圈直播的时候 她也是一直在直播间夸赵丽颖 在被问到碰到赵丽颖的时候 为什么会脸红的时候 她一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这么会对人的林更新居然能被问到 不知道说什么 CP粉又开始不淡定了 大家从《沙青花絮》中 看到林更新哭成狗的片段 30多岁的人拍过这么多的感情戏 也什么都经历过了 唯独和赵丽颖拍戏入戏太深 走不出 她现场望着赵丽颖的那个眼神 真的不算多清白 那种破碎感仿佛不想从戏中回归现实 她从来没有在乎过谁对她的评价 但在赵丽颖说她的角色 是一个情场高手的时候 她下意识的表情有些心酸 两个人还有个新的团宗 网上发布了两人被锁在屋里的片段 网友在评论区说 这算是原来他们入洞房的吗 可是不管粉丝在剧外刻得多么疯狂 他们在宣传期合体营业 等剧播完 他们就还是会回归现实生活 不管是觉得他们多么般配 这场爱情终将会画上句号 但是不够否认的是 他们俩的合作肯定是顺利且愉快的 不然他们也不会从七年前的楚桥传 延续到现在的雨凤行 现在这个圈子这么容易爆雷塌房 大家找合作的演员肯定也是深思熟虑的 赵丽颖当时表示 新闻林更新来出演 肯定是对他个人人品的信任 和对演技实力的认可 林更新没看剧本 直接答应赵丽颖出演 也是因为相信赵丽颖对作品的态度 和他对剧本的把控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虽然CP火了 但这一次的合作 虽然圆了新乐党的梦 林更新也因此再次爆火 但是这部剧的口碑却是好坏不一 两极分化 虽然这部剧刚开播就创了收视率新高 但网上还是很多吐槽的声音 在没开播之前 这部剧的滤镜已经开始被全网吐槽 大家想要清晰的质感 而不是磨皮滤镜实际的朦胧感 还有赵丽颖的配音 也是网友们吐槽的一点 赵丽颖在之前的作品 有过自己的原生台词 所以在这部剧用了配音 大家就有些出息 尽管赵丽颖在发布会上 解释了自己尝试配音 没有其他配音更贴合角色 大家在前几集还是有些出息 因为前期有了设定 所以期待有所落空 但随着剧情的推动 配音其实也没有那么突兀 除了这些小细节 被吐槽更多的还是林更新的油腻感 林更新在剧中的设定 是三界唯一上古神 大家对这个设定的固有印象 就是轻瘦 所以185大个子的林更新 一出场就被吐槽提醒差 还截图了他的片段 说他一点也不像个病秧子 更像是一个发面馒头 更难听的话网上比比皆是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有些人拿出他吃东西的动图 开始撕他假吃 相对比赵林大口大口吃红烧肉的画面 他吃馒头的样子 确实没什么食欲 可是他们的设定好像就是这样 一个是清心寡欲的上古神 平时不用吃饭 一个是整天炒着要吃肉的女将军 她大块朵頤的吃肉 也很符合常理 虽然拍出来看着沈梨吃得很香 但这一口肥油 可是把赵林给腻着了 从视频就能看出来 这一块红烧肉全是肥镖 这一口下去都是油 不说会不会胖 光是这口油就挺腻的 可是赵林的吃戏 从不让我们失望 再难吃的东西 到她嘴里都变得无比香甜 为了呈现出最佳的效果 赵林直接大口大口的啃了起来 这如果是其他女明星 估计是做不到的 之前也有不少女明星 因为这个假吃被拉出来吐槽 前有阳影 后有刘世世 都是因为假吃 引发了争议 如果说是因为怕长胖才不吃 可就那么几场吃喝的戏 又能胖到哪里呢 还有就是演技不行的表现 于是曼在拍《新闻女王》的时候 也有假喝的戏份 可她小细节一处理 大家并没有发现不对劲 焦点一转 也就不再纠结她是不是假喝 所以每次有演员被发现假吃假喝 赵林和杨子的吃戏 就会被拉出来 当典型举例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这句话放在哪里都没有错 虽然我们总是说 不要有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 这对我们不用上见的普通人来说 确实是有的 虽然不推崇明星 需要多么的先手 但是为了上见好看 还是需要一些管理的 尤其是当看到那些 让人出戏样貌和身形后 才明白他们的工作 是需要他们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在荧幕上呈现出好的样子 如果一部剧 大家记不住剧情 总是讨论他们胖瘦和颜值 这路就彻底走偏了 从赵领身上就可以看出 年龄并不是借口 大家虽然也总是不理解 赵领转席后 为什么要再次转战仙侠 还吐槽着中年古偶剧 没人想看 可谁说 偶像剧一定是新生代 年轻演员的天下 中年演员的表现也挺精彩的 只要演技在线 能让观众看得下去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演员不应该被定义 一个演员只要有演技 有实力足够努力 在哪个领域都能有好的作品和创作 希望未来可以看到 他们更多的优秀作品